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在北京交通比较复杂 再加上如果遇上早高峰晚高峰的话 拥堵是常见的一个事情 再加上北京的路途往往会很远 比如说我住在靠近东南四环的位置 如果去海淀西围角去采访的话 就很困难 一个多小时 这个路途如果是早上的话就要起得很早 所以抓紧所有的时间去休息 这是在路上为接下来的世界 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做最好的准备 这也是一个等待的过程 其实还有一个是长远的等待 我的很多题位大家或许都有印象 问的可能比较尖锐 为的让受访者不答也不行 回答也不行 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局面当中 比如说之前我为过台湾主流刘杰一 听说经典的三个问题 比如说台湾的民意是怎样 那么大陆如何去看台湾的民意 他不回答的话 这个问题对台湾的民意不在意吗 如果回答的话 又不是很好回答 不容易回答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这些问题的设定 不是说我一时兴起就能想起来这些问题 而是在长期的等待过程当中 我在去采访的路上 就习惯做的第二件事 就是看新闻 给大家普通人看新闻不一样 普通人看新闻 今天有什么好事热搜是什么 但是我往往会假想一个环境 如果这件事情 我要遇到某个官员 某个当事人可以问的时候 我会怎么问 怎么会能把他问到死路 就是说他必须回答我这个问题 他没有多少的空间 但是我还不去伤害他 这个度量拿捏起来是非常难的 记者就是一个等待的过程 也是一个平衡的角度 不管遇见什么事情 多么复杂的一件事情 其实他不同的人 都是有不同的利益关系的 任何一件事都有不同团体 他的利益在其中 之前做过一个新闻 说滴滴被限制下载 不允许增加新的客户 那么他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是怎么的关系 这就是一个拿捏平衡的过程 你需要去思考 去等待一些关键性的人 给你做出一些回应 民众怎么回应 普通的司机怎么回应 信息安全的人员 他们会怎么回应 不同的视角 这就需要去平衡 有些人 你为了这个采访 需要等待还久 这就是记者 如何去把这些等待的时间 化作自己的真本事 真力量 是我们每个人要做的功课 其实给我们的生活也一样 每天都遇到一个坑一个坎 有一天我给一个司机在路上聊天 他说人生不就是走出了这道坑 踏入下一个坎吗 一坑一坎的过程 就是人生 记者也一样 等待 等待 再等待 等待一个新的时机